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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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进展到第二阶段 연습 1부가 북한의 공격에 따른 방어에 중점을 뒀다면 오는 31일까지 이어지는 연습 2부는 대대적인 반격에 초점을 맞췄습니다 북한과 전면전을 맞이한 한미가 휴전선을 넘어가 북한 지역을 수복하는 시나리오가 담긴 겁니다 매일到这时候 北韩的对外言词就更为强硬 让东北亚局势升温 只是此时在东南亚 也不是风平浪静 미국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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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국의 공격을 맞췄습니다 한국의 공격을 맞췄습니다 한국의 공격을 맞췄습니다 2000 명士兵 进行逼真实战演练 就连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都到场作证监督 登陆 躲倒 跳伞 样样来 澳洲最近几个月 积极巩固与亚太盟友关系 其中一个就是菲律宾 要防的是谁 菲律宾防长这番话 耐人寻味 强调尊重法治的国家 这意思是在批评 破坏规则的是中国大陆吗 因为日前菲律宾的海警船 又在南海和中国大陆的船舰 差一点擦枪走火 菲律宾指控 中国大陆海警船 刻意阻挡 双方在广播州都互称 有主权 控对方擅长水域 这样的行为 美军第七舰队司令 马上指出 大陆必须停止挑衅 双方又在南海交恶 而此时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刚好进行仿中行 谈判能否顺利 恐怕也很难 和地缘竞争的口水战 完全切割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